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式内容 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世界上最值得一去的地方 排名前41位到50位的景点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这些地方包括一些自然景观 也包括很多人文景观 希望对喜欢旅游的朋友有所帮助 第40位的是埃及金字塔 吉萨大金字塔 又称为胡福金字塔或切普斯金字塔 是埃及大开罗地区 于今天的吉萨金字塔群接壤的最古老和最大的金字塔 它是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中最古老的一座 也是唯一一座基本保持完整的金字塔 埃及学家断定 这个金字塔是作为埃及第四王朝法老 胡福的坟墓而建造的 并估计它建于公元前26世纪 历时大约27年 大金字塔最初的高度是146.5米 在超过3800年的时间里 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建筑 大金字塔是通过彩石建造的 估计有230万块大石头 总重量是600万吨 金字塔周围的建筑群 包括两个有提道连接的亭神庙 一个靠近金字塔 一个靠近尼罗河 为胡福的直系亲属和宫廷建造的坟墓 包括为胡福的妻子建造的三个较小的金字塔 一个更小的卫星金字塔 和五个埋藏的太阳船 当然还有高耸的尸身人面相 他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这片土地 在这些金字塔内体验古埃及的奇迹 您会看到石棺 通道和雕像 这一切都值得探索 难怪这些标志性的建筑会如此文明狭耳 排名第39位的是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 布莱德湖看起来 好像是从中世纪电影中走出来的 有勇敢的骑士和好斗的龙 这就是他在度假场所中 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 湖水是深随的森林绿色 有一个小岛坐落在湖的中心 里面有一座高大的古堡和一座同样古朴的教堂 您可以在平静无波的湖水中划船或探索中心的岛屿 这是一个真正浪漫和华丽的地方 当您身处那里 一切仿佛迷失在时间中 排名第38位的是美国羚羊大峡谷 羚羊峡谷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峡谷 位于亚利桑拿州佩吉尔东的纳瓦霍土地上 它包括两个独立的分进优美的峡谷 被称为上羚羊峡谷和下羚羊峡谷 纳瓦霍人对上羚羊峡谷的称呼 意思是水流过岩石的地方 下羚羊峡谷被称为螺旋形岩石拱门 这两个峡谷都在纳瓦霍民族居住的地方 它们只能通过导游进入 上羚羊峡谷区更受欢迎 可以看到弯曲的波浪形的沙岩墙 羚羊峡谷是美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这要归功于它提供的惊人的外观 想到所有这些迷人的沙岩色调 包括橙色 黄色 粉色和红色 都是自然形成的 真是令人惊奇 排名第37位的是冰岛瓦特纳约库尔冰洞 瓦特纳约库尔地区 是参观冰岛自然奇观的好地方 在冬季 瓦特纳约库尔的冰川出口 就会形成冰洞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冰川之一 在秋天 当地的专业导游 会去为即将到来的冬季寻找冰洞 由于气泡 冰山和其他因素 这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隧道显得非常的魔幻和令人叹未观止 反映在明亮的茶色和青色上 此外 这个冰川横跨5500平方英里 总而言之 这个地方是一个完美的充满了真正辉煌的摄影机会的奇妙假期 不幸的是 全球变暖已经导致许多这些洞穴受到威胁 因此 建议大家在这些冰洞消失之前 尽早地去参观这个地方 排名第36的是中国张叶丹霞地貌 张叶丹霞地貌 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中段的张叶市 古代是河西四郡之一张叶郡 取断雄奴之臂张中国之夜的意思 张叶丹霞地貌 在方圆50平方公里的山地 丘陵地带 有造型奇特 色彩斑斓 气势磅礴的丹霞地貌 丹霞是指红色沙粒岩 经过长期分化 玻璃和流水的侵蚀 形成的固立的山峰和陡峭的奇岩怪石 这里的丹霞地貌 发育于距今大约两亿年前的侏罗纪至第三季 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从故事书中走出来的一样 排名第35位的是伯利兹大兰洞 大兰洞可能是个奇怪的名字 这个天坑 它的深度是407英尺 宽度是980英尺 潜水员们喜欢在这个古老的潜水艇出没的地方来游泳 它的深蓝色和海军色的深度 正等待着游客们去探索 如果您喜欢水上度假 而且有冒险精神 您可能会想去看看水下面的东西 排名第34位的是维地马拉 蒂卡尔国家公园 这个公园位于现在维地马拉北部佩腾盆地的考古区域 在蒂卡尔国家公园茂密的雨林中 您可以找到蒂卡尔 1979年 这里被宣布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这些遗迹是讲述古代玛雅文化的考古奇迹 在公元前六世纪和公元十世纪之间 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华的城市 在蒂卡尔 您可以找到寺庙和神龛 住宅 宫殿 以及花哨的法庭和广场 这些遗迹成为历史爱好者的顶级度假圣地 它还包含六座金字塔和众多的石碑 数量接近大概200个 排名第33位的是位于阿根廷和巴西的伊瓜苏瀑布 伊瓜苏瀑布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瀑布 它是一个跨约三公里的多个小瀑布的集合 每一个瀑布都以原始的力量和能量倾泻而下 非常壮观 仅仅这一个令人震惊的景象 就很容易使这个地方 基神于世界顶级度假圣地 这个奇妙的自然景观 位于阿根廷和巴西的边界 在一个大的国家公园内 其雨林中拥有大量雄伟和奇特的景象 您可以欣赏伊瓜苏大瀑布的神奇魅力 然后 在森林旅行中 发现一些有趣的野生动物 排名第32位的是图库曼斯坦的达尔瓦扎天然气坑 这个天然气坑 俗称为地狱之门 是一个您千万不能错过的最酷的旅游地方 它位于卡拉库木沙漠 之所以这样命名 是因为它是一个巨大的深红色的熔岩池 散发出巨大的蒸气热浪 从本质上讲 这个火山口是由于天然气田坍塌到下面的一些洞穴中形成的 然后 苏联地质学家可能故意将它们点燃 以防止甲烷气体的扩散 据认为 自1971年以来 它一直在持续燃烧 但是这一点一直存在着争议 排名第31位的是柬埔寨的乌戈窟窟 如果您喜欢历史和考古学 乌戈窟窟是世界上最好的旅行地点之一 这座印度教的寺庙 占地大约400平方公里 建于12世纪高棉帝国时期 花了高达35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个建筑 今天 乌戈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它不仅拥有令人震惊的古代奇迹 还为游客提供了其他景点 并且有大量的丛林 徒步旅行也可以到达 如果您去那里的话 要确保早早地准备好起床 这样你就有可能赶上在那里去看日出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世界上最值得一去的50个地方 今天是排名31位到40位的地方 我们知道 还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 我们没有介绍到 所以希望朋友们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 或者给我们推荐一些好的地方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记得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